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已经快要200点了 已经到180点左右了 那么今天这盘就指数跌的 加盘指数跌比较多 那么礼拜五不是收下引线吗 那今天下引线又回去了 那再回过来说 但今天OTC相对强 因为纳盘今天来指数开低走低跌了一大堆 但是OTC其实跌幅只有一点点而已 因为指数211点的OTC 那么跌的幅度比大盘要小很多 而且早上还很多时间都是红的 所以大盘跟OTC有点不同掉 那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先说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是一个指数成分股 那这指数成分股里面 有些比例很高 比例很高就容易受到成分股的影响 所以大盘这两天说起来就是台积电 就是台积电的表现 礼拜五拉尾盘 就拉台积电 那今天指数跌 也跌台积电 所以你来看 我们先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就12块钱了 他一个人就占掉了大部分的指数 那礼拜五不是拉起来 对不对 礼拜五台积电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 那礼拜五台积电的时候 昨天台积电涨10块钱 那指数小跌12点 因为礼拜五指数拉起来 对不对 指数也是拉100多点起来 那100多点起来 台积电拉10块钱 也占大部分 所以礼拜五是拉台积电 那今天也是跌台积电 那台积电说实在话 在极短线上面 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说他一定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外资为主 他就是外资为主 那外资又看什么 外资又看台币 是不是 来看到台币 来 现在还在这附近 还在32块多 所以你台币就一直在这个区间 32块多的时候 外资会大买 外资他当然就 他就不会太积极 对不对 那铁定不会太积极的 但你说如果国际股市反弹的时候 他会怎样 那就不一样 所以 你有时候也可以说 他那个是比较短线 他不见得就是方向 因为 外资 就看 外资就 他汇率他一定有关联的 因为他有一些就是被动的 他不是全部都主动 他有一些就是被动 被动就是 你台币涨的时候他就买 对不对 他就买 那台币跌的时候 他就 你就不可能要他做多 是不是 那他的标的里面 台积电用最重要 那个占次数就最多 但你说那个是表示一个很长期趋势吗 那又未必有 因为呢 他也是刚刚讲被动 那如果 美国股市反弹 如果台币回贬 那外资马上也就 他马上的动作又不一样 所以他也不是长线 他不能讲是长线 只能说短线就是会有影响 对不对 那短线会有影响 你台币在这个位置附近 是不是 还在这附近震荡 那你在这附近震荡的时候 那外资他就 你就很难叫他做多吗 那你很难叫他做多的话 台积电就变这样子 是不是 台积电就变这样子 对不对 那一天拉起来是台积电 今天跌下来是台积电 对不对 所以你说大盘为什么 跟OTC不太同调 对不对 大盘今天跌比较多 可是人家OTC今天就相对强 对不对 今天大部分早上 前半段还都红的 好 尾盘有拉下来一点 对不对 因为气氛影响 好 但是呢 那你说台积电 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对不对 他基本上 他前面也打了一个底了 对不对 他前面有个底型 是不是 那现在他所有的均线 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排好 所以他这里势必会有点震荡 对不对 但是拉下来低点也不多 所以也就是说 台积电基本上长期来是看多 那短线就变成是外资 来来去去 就变成是跟着台币在操作 所以你说今天大盘就跌比较多 对不对 指数就跌 就已经快200了 可是OTC就强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讲说 你有时候看大盘 有时候它不见得很准 但是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里就是底部区 应该说这里就是什么 复合底型区 对不对 那这种复合底型就这样 到这里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头部 你怎么看这里都头部 对不对 颈线也给你破掉 看起来就是头部 这里没力多 也是一大堆力空 不过你砍下去它就反弹 对不对 然后你等到它看完打完底 打完底对不对吧 对不对又过了颈线 那过了颈线之后 你看头它又下来 对不对 你看底它下来 然后看头它上去 所以复合底它就是很多个 又是头又是底 它就又头又是底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要先时间小滑 它等时间波 所以我就讲说 这盘你看指数会失真 因为你会看到 低档都是这样 哪一个低点不是一堆力空 这个低点是力空吗 这个低点是力空吗 它每一个低点都是力空 对不对 但力空其实会顿化 力空其实会慢慢顿化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事情的影响 都会越来越小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 以及那种意料外的事情 才会影响比较大 那意料内的影响都会越来越小 以巴还没有结束吗 短期也不会结束 但是你说这么久以来 那么这个累积的不是1948年到现在而已 你真的要推可以推到公务员300多年那个时候去 这个已经是累积千年以上的时间 你说要这一次解决 要解决也不容易 所以当然我们不是政治评论家 也不一定就是可以给你很深很深的评论 可是我认为基本上你要解决不容易 所以大半就是继续拖下去 只是什么形态拖下去 拖下去的形态 是争吵了一阵子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方式继续拖下去 还是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面 你要他马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真正解决不容易 但是那是不是新事情 这个已经是 我说那已经累积非常久了 那个1948以后这还算近期历史而已 真的要讲到那个民族恩怨 那个从公园一开始那个时候到现在 还可以再推更久 还可以推更久可以到公园前去 所以这个影响会慢慢变小 但是指数当然你看现在利点 现在利空很多 底部都利空很多 没有那个都利多的 没有那个都利多的 都是利空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大盘强 大盘比较弱 OTC到尾盘才杀下来一点 这样整场前半段都红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你就是短期会受到什么台币影响 短期你受到台积电影响 短期你受到外资影响 是不是 你短期就会受到这些影响 这是大盘 对不对 但大盘在箱形低点区 对不对 所以它杀下来之后有没有 就在低档晃 它也不会马上来 对不对 它今天也不会马上拉 但是呢 OTC OTC就没有这么大的 就没有那么大的指数股 应该说没有这么大 像台积电这种被外资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受到外资影响 就比较没有 对不对 那第四季我讲啊 第四季其实都是新标股最多的 对 第四季为什么新标股最多 因为它就反映明年 它就反映明年了 就反映明年的新题材 那市场上就会有两个想法 对 一派的人说 现在的话这个 这个影响还在持续 然后呢 美国这个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又搞不出来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有些人就觉得 那短线可能还要再拉回一下 或者还会再震倒 那一些的话重点在哪里 都在大盘 对不对 重点都是尤其跟指数有关的 对不对 跟外资有关的 对不对 所以指数就走的慢 是不是 那些在等嘛 有些人就在等这些利空顿花嘛 等这些利空慢慢的 市场利开始利空不跌的时候 对有些人在等那些嘛 但是另外一派就会想 另外一派就会想说 Fate众议院议长 最终会出来吗 最终还是会出来吗 不管你中间纷纷扰扰 拖得久一点短一点 对不对 长一点快一点慢一点 它都是会出来 那就短期事件 对不对 那个就短期事件嘛 那再回顾来讲 移压事情也不是新鲜事嘛 对不对 升息利率现在对 4.9% 4.9几快要到5% 对不对 看起来很高 可是你长期很难维持这样吗 对不对 你长期很难维持这样啊 我说每一次的利率高点 都是这个气氛啊 对不对 上一个循环的时候 上一次循环到3.2左右 3.2的时候 那个时候市场是一片倒 对不对 觉得大概就是一直要维持 这种高利率很长时间 所以市场都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就像在低档的时候 你利率到0.25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永远不会有高利率了 低利率是常态的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大家认为低利率就常态的啦 常态性都是低利率啊 要不然怎么会有人把钱搬回家里去 对不对 还要付利息 是付利息给银行 那个也是一面倒的情绪啊 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说 利率有今天会让你看到快要5% 对不对 那个几点的情绪都是一样的 在顶端的情绪都是一样啊 那现在到4.9%的时候 大家一致的共识就是 可能还要维持在高档一段时间 是不是 这跟当时在低点预测一模一样 那个气氛围一模一样啊 完全就是一面倒啊 对不对 但是话说回来 紧缩周期是不是接近尾声 是吗 对是接近尾声吗 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常见的会早买点嘛 对那常见的会早买点啊 那少买一点的话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OTC会比较强 是不是 那既然知道台积电影响大盘 那又被这个 又被台币影响 那就先买OTC里面的 高成长中小型部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OTC完全就两个样啊 完全就两个样啊 如果不是尾盘的时候 大盘跌的又多了一点 OTC搞不好还给你收红啊 它搞不好还翻红啊 所以做个结论嘛 先说这个大盘 对这里就是箱形 这里就是复合底型啦 所以呢 复合底型 你说上面有盖头板压 对但是也有拉抬力量嘛 所以基本上 你就是这个箱形嘛 你在这个箱形里面 有没有 基本上就早买点嘛 对那再来OTC为什么不加强 那OTC 第四季本来就是布局 高成长中小辛苦 所以另外一派另外一边的人想的是 你这些东西会解决啊 那我就是买中小型高成长股啊 那我先买我就先买OTC股票嘛 先买OTC高成长股嘛 对所以才会看到今天 没错今天的话 指数是跌了不少啊 但是呢 你会看到今天涨的股票还是相当多啊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都跟明年的趋势有关啊 那当然有一些 包括像石墨等等之类的 今天短线提债 那我就不多说了 那是那个是短线啦 我觉得回过头来 因为那东西没有那么 不是真的那么难的东西嘛 好 但是换回来呢 就是你就可以找好股票的买点嘛 但是买一点你也得知道怎么找 对吧 好 来我们先来讲 就是有些股票 你看升级在陆续转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低档啊 其实位置很低啊 那基亚是这样子在喷的 对 这是基亚喷出去嘛 对不对 那所有均线会在这里嘛 那当然它这个 有可能快被分盘 有可能会震荡一下 不过资金在转吧 对不对 资金在转向嘛 是不是 那今天事情上来嘛 有没有 那么很久很久没涨了啦 位置都非常低啊 对不对 那你说明年有成长性吗 有啊 明年有成长性啊 其实明年还是很多人有突破的嘛 是不是 所以回过来宝瑞也是嘛 宝瑞也很低档嘛 它的位置也非常非常低啦 有没有 但是呢 五百多块钱 那你明年是不是还是大成长 对啊 其实它现在也还是卖得很好啊 现在还是卖得很好啊 对不对 现在卫石脑逆流那个药 还是卖得非常好 然后明年眼药 那又更大 其实眼药是比卫石脑逆流要强很多啦 那个脏剂又更大 所以呢 就回来找好股票 趁着指数还没喷出去钱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等到指数喷出去 但是那个价钱就差很多了 那个价钱一定就差十万八千里啦 因为有些股票的东西是比较明确的嘛 就说每家公司情况不一样 没错 产业情况也不完全一样 可是 那有些东西就很明确嘛 比方向顶基也蛮强的啊 对不对 顶基打到Apple 这个Apple是从无到有的嘛 以前没有 现在小量 明年大量 那微创手术 这是新的 新的五年的大订单 有没有 然后再来防弹剥离 防弹剥离的贴膜这个 这个是 以前没有以后有 而且动能也大 然后再来另外的话 它数字就是强啊 因为这个也是什么 高门坎的东西啊 就是新材料啦 对 所以很多新的东西啊 所以我才说 现在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嗯 赶快把握好股票啊 然后指数就这样晃啦 指数就是在低档区 晃过来晃过去 那这个低档区里面 多一点少一点 我觉得也没差 其实没什么差啊 你那天拉了下影线 你今天把下影线吐回去 那那天拉起来 就是因为台积电 拉肩台积电吐回去 就这样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啊 对吧 它还是在这个区间嘛 那这个区间里面 你就走好股票嘛 因为今年其实好几季啊 不是好几季啊 好几个月啦 有没有 它已经在这里挣很久了 所以第四季就是先蹲后跳 它现在已经蹲了哦 它已经蹲了就准备后面跳嘛 对不对 那当然个股就会跳很凶 好 那讲到个股 大家就一大串的问题 那一大串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休息一下再回来 下集中 健康 勿ons 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力服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还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由于52 José区获oles ced мало 锁定非凡商业台并肯定 估�劳時mia 翼爬卸 御方而同力 翼爬競Go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现场来 当然讲到个股就很多 大家很多很多问题 先说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应该要反弹 我也觉得应该要反弹 但反弹力道是稍微弱了一点 因为这形态很标准 这形态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每一步都是完全照技术形态来的 头部破了以后颈线 颈线破了以后反弹 反弹上去后没过几些 然后过来之后就一个对称 所以这边应该会反弹一下 但是基本上来说 就是说我认为是 反弹换股比较好 那这个也一样 有机会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力道 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强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盘面上 当然今天很多还有新的 大家焦点在哪里 今天还有很多人问说 A这个光通讯 光通讯记得很多人问说 今天这个创微跌比较多 对吧 今天分盘交易吗 今天分盘交易第一天 他算间跌多 那前景今天也下来一点 对吧 今天很多人在问 好 那我说 那天拉回正常啊 今天拉回本来就正常啊 你分盘交易第一天拉回一定正常啊 而且你是涨了好几天之后的分盘交易啊 好 所以那个一定是 一定是第一天 一定是拉回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啊 如果你反过来看啊 人家是不是涨很多 对不对 你除非你是买这里嘛 要不然你 要不然你不会赔钱嘛 是不是 那你如果买在这里的话 那是没有办法 你这样就会赔钱嘛 不过人家确实是涨很多 人家确实是标很多耶 这是涨停板 涨停板 创新高 涨停板 创新高 就是很强啊 是不是 那当然今天分盘交易也是 也可以预期的 也是可以预期的 是有礼拜五的时候有跟你讲吗 我们上礼拜就出了嘛 对 我们上礼拜后来就先出啦 对 我有跟你说 我没有出最高点 但是我就是赚钱 好 我就是赚钱啊 对不对 反正我就获利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一档股票有时候 不是他 不是他 就是一样的股票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啦 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产业是对的嘛 是不是 那当然有些人有看到 有些人没看到 好 所以这就差在第一步 第一步就不太一样 有些人有看到 有些人没看到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那不知道就从后到尾都看戏嘛 那再会另外一回事 那知道了你就会赚钱嘛 但另外一个就是 你知道了还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说 这个买点很重要 什么时候进去买 然后就会导致后面结果不同 好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话 那其实随便都是大转 其实随便都大转啊 而且我上礼拜 礼拜五我就讲 我们其实就是获利出了 我没出最高点 我也没出最高点 可是我就确实获利 就是真的有获利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看 那这个是获利放口袋 那潜艇获利放口袋 反正我这个就真的是大转 我没出最高点 我也没出最高点 那我觉得OK 好 为什么 因为你是要 你是要怎么讲 就是买得开心赚的安心嘛 你要你买点好 你其实就可以很轻松赚钱 那你没有赚到满 后面一点给别人没关系 对不对 因为他本来就会整理 整理一下是好事啊 整理一下就下一次机会吧 对不对 那我还是看好这一关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市场上有些人是不了解 那我刚刚说 从头到头我就看戏吧 那有些人是看好 但是他不一定有赚 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赚 那当然我没有赚到满啊 可是我觉得没赚到满OK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就确实赚钱啊 好 那么 当然今天是礼拜一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 这礼拜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 先来看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 好 来这个是 智捷我们那天礼拜四早上在这里买 好 然后来收盘说是涨停 所以严格说起来 他已经超过 他已经超过10%了 他已经差不多12 3%了 好 那礼拜五的时候 他又喷涨停 差0.5涨停了 好 所以就是说呢 你这一天已经12 3%了 再加上这一天 其实你加起来随便都是超过两根 好 那今天早上创新高 那你有发现他其实连续大转三天 可能快分盘交易了 好 那早上再创新高我们就先处理一下 好 那所以你会发现 反正就是真的赚钱 好 因为这个也是公开讲的嘛 也是公开操作 好 所以就确实的获利啦 所以你看上个礼拜的智慧啊 潜顶 先获利放在口袋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智杰就先获利出一趟 好 那这个产业我还是看好 好 那我希望这个整理之后下一个买点也会更好 好 那因为呢 确实也是喷得很快啦 也是涨得很多啦 好 因为短线上你看他们都是这样连续在分除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来今天虽然是指数跌 很多人说 我今天指数跌了这么多 跌了182点 对不对 然后又回到最近的这个低点附近 好 那我说第一个 在这里你不用怕 我觉得在这里你不用怕 其实这一天这一天这一天 我都讲一样的话 这一天好像也是 对不对 在这里的时候 我那天在这里说不用怕 你大概 你可能觉得 还有一点OK 为什么 因为他拉下一线嘛 可是这一天黑K打下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 好像没有什么人听得进去 那个也合理啊 因为人性都这样嘛 那就下来就下一线上去嘛 所以明天你要把握 我觉得明天你要把握啦 那你会说他这样好像头 对啊 你会说他这样好像头 那我跟你讲复合体就这样嘛 你看起来你会觉得 这个好像是头 破了 破了之后 震到几天后上去 这里好像底嘛 颈线都出来了 那过以后又下来嘛 那下来以后你看这里好像又是 有没有 这里好像这个 实体破了嘛 结果破了以后又上去嘛 所以他就要一下头一下底啊 那其实你该长一点点 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看 这就是中期你要找买一点的时候啊 那当然你就要找有潜意的股票嘛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喔 那当然我们就一档一档喷出去嘛 那其实这个还在低档还没有发动嘛 不过慢慢准备要发动啦 所以呢他也在低档区啦 那还没有正式喷出快要喷出去了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把握 因为这就是属于右下角 属于右下角的股票 对而且是底已经打完了 好就准备要喷出 然后再来还有看另外一个这个礼拜 你要定外注意这个 好那这个呢 股价就三十几块钱 说起来股价也不高啊 好那但是呢 虽然股价不高 但是他这个又转投资 转投资另外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就非常强 为什么 因为这家是资安的IC设计 资安的IC设计 那资安有几个不同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是比较难的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 在后面来讲 应该就是后面的显学了 但是呢资安其实 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你不要想说只是你在交易的时候 要用到资安而已 其实以后范围越来越大 对不对 而且现在资料量越来越多 所以呢你里面所要用到的 国防也好 国防也好 物联网也好 其实都会用到 所以那个市场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点难度的 它算是技术门排很高 跟以前的那种很传统 一般金钥做法不同 那这个市场上面 有人做这个 就是3529的力旺 3529的力旺就是做这个的 但是3529的力旺是 2205块钱 非常非常贵 不是说贵啦 应该是讲说 本益比就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这种就是 第一个它的方向队 趋势强嘛 那再来门槛高嘛 但这一家 非常有实力 应该说它团队就很强啦 这个团队就非常强 技术率也很高 而且是小数有这个技术的 简单讲呢 这家就有小力旺的潜力啦 可是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接下来要把握 好股票就是了 那很多标股还没有喷出去 所以呢 来第四季还是一样 是把握标股的好时间 那呢 趁着盘在低档 指数在低档 赶快一起来把握了 那不知道怎么把握 也可以跟我们线上注意联络 一起来赚钱 跟我们线上注意联络 等一下这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来了 也祝大家最后的顺利 明天见